哈利利亚,奉主耶稣圣明开始我们今天的宗教教育课 今天我们要上的题目叫《勇往直前》 那希望你们可以先读《使徒行传》23章第6到21节 上课之前我们一起跪下祷告 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慈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您 我们这几个星期都学到保罗冒着生命的危险 为主耶稣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 求主耶稣加添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也能够勇敢地参加传福音的工作 拯救更多的灵魂 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阿们 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背诵的圣句 就是《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 来我们一起读 奉主耶稣圣明读经 《使徒行传》28章30和31节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 住了足足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 他全都接待 放胆传讲神国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 并没有人禁止 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有说到 保罗在以福所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还记得吗 第一个就是使圣灵 得圣灵说方言 当时候的人 他们相信了 受了 洗了 过后 保罗按手 他们才得到圣灵 然后说起方言 第二个呢 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 还记得吗 有七个行邪书的人 他们奉耶稣的名赶鬼 却赶不走那个鬼 还记得吗 还有就是第三个 迪米丘的银将 他因为保罗破坏了他的生意 还记得他吗 好 这就是上个星期的 如果忘记了 可以开回去 上个星期的视频来看 好 然后呢 当保罗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虽然许多信徒劝他不要回去 因为呢 有一位先知 预言说 他回到去耶路撒冷 就会被捆绑 还记得吗 这位先知的名字 叫做亚加布 但是呢 勇敢又忠心的保罗 顺从了神的旨意 不怕遭遇任何的危险 还是回到了耶路撒冷 所以保罗还是勇敢地回去耶路撒冷了 那保罗回到了他 离开很多年的耶路撒冷 他回到去的时候 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看到他都非常的高兴 大家都来问候他 要听他讲那些在国外传道所发生的事情 于是呢 保罗就把他在外邦人中发生的神迹歧事 还有许多外邦人信主受洗的种种经过 一五一十的向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知识 还有弟兄姐妹们报告 大家听了呢 都归荣耀给神 然后呢 耶路撒冷的信徒就告诉保罗说 现在啊 耶路撒冷 有一些犹太人哦 对你很不满啊 因为你在外国传福音的时候呢 主张外邦人不必为他们的孩子行割礼 所以这些犹太人呢 觉得你是一个违背律法的人 他们一定会来找你麻烦的 怎么办 于是呢 有人就建议保罗到圣殿里面去献祭 让犹太人知道他还是遵守律法的 于是呢 保罗就带着四个人一起去到圣殿 那当保罗在圣殿的时候呢 就很不巧的 正好遇见了那一班犹太人 那些犹太人看见保罗就大声的喊 大家快来啊 这个人不遵守律法 还带人来误会我们的圣殿 结果啊 所有在场的犹太人都很生气 说保罗是个罪人 不配来到圣殿 就把他赶出圣殿 那那些激动的犹太人呢 抓住保罗 不停地打他 都快打死保罗了 就在这个时候 耶路撒冷的千夫长 带着兵丁赶到 他看见所有的人都围着保罗 在那边喊打喊杀 于是呢 他就下令他的部下 用两条铁链锁住保罗 然后问大家 这个人是谁 做了什么事 他做了什么坏事 结果呢 众人七嘴八舌 抢着说 这个千夫长 根本听不清楚 只好呢 就先把保罗押回去 那圣灵 曾经预言 说保罗将会 在耶路撒冷被捆绑 是吗 现在应验了咯 好 那兵丁呢 就把保罗带走 可是呢 当时候 人群拥挤得不得了 所以兵丁怕保罗还没有被带到那个银房的时候呢 就被众人打死了 所以呢 那兵丁哦 直接把保罗抬起来 那些不甘心的群众呢 还是跟在后面 而且还大声的喊 杀掉他 杀掉他 当保罗呢 被抬到那个阶梯上的时候呢 他就向千夫长要求 要对众人说几句话 那千夫长就答应了 于是呢 保罗就站在那里 大声的 跟在场所有的犹太人解释 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而且还见证了 他以前是怎样逼迫基督徒 然后蒙神拣选 被神拆派到外国去传福音的经过 但是很可惜的 没有人听他解释 依然喊着要杀死保罗 于是呢 千夫长就命令部下 鞭打保罗 拷问他 为什么 他们这么讨厌你 你到底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不然为什么 那么多人要杀掉你呢 幸好呢 保罗是罗马人 他是有罗马国际的犹太人 那在当时呢 罗马人呢 是可以享受特别的待遇的 不能随便鞭打的 所以呢 保罗因为这样呢 才扫受了一些苦行 真是感谢主 OK 好 第二天 第二天呢 千夫夫长把保罗 带到工会去审判 保罗一看在场 有一半是法利赛人 一半是撒度该人 所以保罗就大声的 很大声的 他跟他们说 我是法利赛人 我现在受审判 是因为我相信死人会复活 他这样子讲 很奇妙 神把智慧赐给了保罗 他说了这句话过后 引起了相信死人会复活的 法利赛人 跟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 撒度该人 就大大辩论一场 保罗却变成在旁 听他们辩论的人 就因为 这样子的一句话 法利赛人是 相信死人会复活的 撒度该人是 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 结果这两派的人呢 就在那边辩论 保罗在旁 听而已 那 千夫长看这个形势不对 怕他们两派的人 都吵得太厉害 会把这个保罗给拉碎掉 所以就赶紧叫兵丁 把保罗抢救 回到营房里面去 那一天晚上 主耶稣向保罗显现 跟保罗说 保罗 你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 为我做见证 也必照样在罗马 为我做见证 主耶稣指示保罗 将来呢 他一定会到罗马去见 皇帝 那个罗马的皇帝 凯撒 为耶稣做见证 那这个时候呢 有四十多个犹太人呢 他们在秘密聚会 他们发誓 除非杀死保罗 否则他们不吃不喝 就是如果没有杀掉保罗 我们不吃不喝 他们秘密聚会 在那边讨论 于是呢 他们就准备了埋伏 在路上要暗杀保罗 幸好 这个消息走漏了 被保罗的外甥知道了 所以赶紧去通风报信 前夫长呢 就立刻对保罗严加保护 还把他偷偷 送到盖撒利亚城去 因为有绝书的保护和照顾 坏人呢 坏人呢 绝对不可能伤害到保罗的 好 那保罗被押送到盖撒利亚 就由这个巡抚 菲利斯 这个菲利斯 来审判他 菲利斯哦 记得哦 因为真神呢 赐给保罗很大的智慧 加上保罗本来呢 就很有学问 很有口才的 而且保罗想到 绝书在意象中 曾经跟他说过 要他在君王长官面前 见证耶稣 所以保罗就决定 不请律师来帮他辩护 他自己靠着神的帮助 大胆的在这位巡抚面前 来为自己辩论 就在这个菲利斯面前 菲利斯这个人 这个官 在他面前辩论 而且呢 还跟他讲 传讲了耶稣的道理 还有当场所有的人听 保罗的话呢 都非常有道理 这个菲利斯呢 也找不出他的错误来 但是呢 因为菲利斯是一个 贪污的官 他收了犹太人的红包啊 所以呢 他就把保罗 软禁了两年 软禁保罗两年 但是不过呢 感谢主义书的是 在这两年期间呢 保罗呢 有很大的自由 可以跟弟兄姐妹 亲戚朋友见面 于是呢 保罗就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 写信 或者是讲道 来帮助教会 好 那两年过去了 菲利斯这个官 被调走了 然后就来了新的一个官 叫做 菲斯都 OK 菲利斯被调走过后 来了另外一个官 叫 菲斯都 这时呢 那些 想要杀 保罗的 有太人就心想 嗯 这是一个大好机会 我们要求这个新的 菲 菲斯都 把保罗送回 耶路撒冷审判 然后呢 我们就在半路 设下埋伏 暗杀 保罗 啊 他们的这个诡计 到底有没有得逞呢 后来 这个菲斯都 他开庭 审问保罗 保罗对菲斯都说 我根本没有犯什么罪 你们无缘无故 把我关了两年 我要到 罗马去上诉 要 该杀皇帝 亲自 审判我的案子 哇 这个菲斯都一听 就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保罗 那么勇敢 因为 保罗坚持 要去见 该杀皇帝 所以 菲斯都呢 只好准备 把他送到罗马区 咯 这个时候 犹太省的 亚基帕王 也听说了 这一件 轰动的案子 所以决定呢 亲自 来听一听 保罗的辩论 保罗知道 这个是神 安排的一个机会 于是呢 他就很勇敢的 在亚基帕王面前 讲了一篇 很精彩的道理 连这个亚基帕王呢 听了都很感动 对保罗说 你这样劝我 几乎要叫我做基督徒了 这个亚基帕王 这样子说 后来呢 亚基帕王和菲斯都 讨论的结果 都认为 保罗 无罪 可以释放了 但是保罗却说 我一定要去罗马 那你们知不知道 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坚持 一定要去罗马呢 当然是因为主耶稣很早就已经指示他说 要他去罗马为耶稣做见证 还记得吗 好 那菲斯都呢 就派了一位百夫长 和一百位士兵 送保罗和其他犯人去到罗马 在出发前呢 圣灵就指示保罗说 如果你们坐船去 一定会遇到危险 不但船和货物会损失 连性命都不保 可是呢 船长和百夫长都不相信保罗的话 还是开船了 过了不久 果然啊 就遇到了暴风雨 船呢 就迷失了方向 在大海里面漂流了14天 船上的人啊 全部惊慌失措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大家都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 有些啊 还害怕到根本吃不下饭 睡不着 保罗呢 却安慰大家说 不要担心 我们不会有生命的危险 这艘船不久就会撞上一座 十招 所以大家赶快来吃点东西才有力气逃命 非常奇妙的 船就这样撞上了一个岛 大家都游泳上岸 一共267个人全部都得救了 没有一个人死亡 这就是神的保护了 原来他们来到了这一座岛 这个岛的名字叫做米利大 这个岛的名字叫米利大 好 那岛上的那个居民呢 原本就住在岛上的这个原住民呢 就很亲切的招待他们了 当他们要生火取暖的时候呢 保罗捡起一捆柴 放在火上烧 有一条 本来就藏在木材里面的毒蛇 被火一烧就跳出来 咬到保罗的手上 毒蛇哦 咬到 咬到保罗的手 可是神看顾保罗 保罗把毒蛇一甩 甩到火里面 可是呢 他自己的手呢 一点都没有肿起来 也没有中毒 哇 这个米利大的这个原住民看到 这是一个神迹来的 被毒蛇咬 没有肿 也没有中毒 所以他们都以为保罗是神 那这时候呢 正好 他们的村长的爸爸生病了 OK 那保罗就为他们按手祷告 哇 他的病就立刻痊愈了 哇 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原住民呢 都真的是对保罗佩服的五体头地 把全岛的病人呢 全部都带来给保罗一致 而且还很热情的留他们住在岛上 住三个月 才依依不舍的让保罗离开 那最后 保罗呢 终于到了罗马 因为呢 他的罪很轻 又救过大家的生命 于是呢 白夫长就特别优待他 不让他住在监狱里面 另外呢 给他租了一个房间 然后呢 只派一个兵丁看守他 如果当初啊 保罗没有请求上诉的话 那些犹太人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一定会找机会向保罗下毒手 现在呢 保罗在罗马 反对他的人 不会来找他 他可以自由地传福音 为主要书做见证 而且 有时间写信 劝勉各地教会的信徒 这些信 保罗所写的这些信呢 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读的 保罗书信 比如说有 以弗所书 菲利比书 哥罗西书 菲利门书 这些书全都是保罗写的 那保罗他心甘情愿 冒着生命的危险 不向恶势力低头 在君王啊 官长啊 众人面前一点也不害怕 勇敢 为主要书做见证 我们呢 就要学习像他这样 效法他这种 传福音的精神 那你想一想 我们 你们 现在年纪小小的 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面 你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嗯 可以把这个答案 发给我 那最后呢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几个星期 都一直在讲到保罗的故事 现在保罗的故事 已经到了尾声了 我想 你认为 我想问你们 你认为 保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把你想到的所有的答案 都写下来 发给我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让我们一起末导 结束 通信末导 咱们 愿一些荣耀归于 主耶稣基督 我们下个星期 再见 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下个星期